那如果你今天你班上有一个耳朵不是很好 比如说有一些听障声或者一些视障声 那你的教学内容和对耳朵不好的人 你要转成什么讯号 转成视觉讯号 所以你的动作可能要大一点 或者是你尽量用书面的方式 画面的方式去呈现对不对 那如果他是视觉不好的 要改成什么 听觉 触觉 对 听觉触觉 所以你要用别的方式去跟他沟通 所以那个多元智慧八大智慧各位都很清楚 我们是要用优势智慧去带他的略识智慧 去带他的学习 所以他有一些补助 那多感官学习也是一样 你用各种不同的感官去融合去做你的教学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推创课 创课不是只有那个手作 我们比较新的创课是 你们的任何教学 想办法把它化成具体化的操作 那他概念上 因为他用多种感官去一起学习 变成身体的经验 他的脑神经连结会变粗 变多变粗 那所以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记得了 因为他是各种感官去学 他会变成身体的经验 那经验跟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为什么 你十岁的时候学过脚踏车 你就算十年不齐 你现在再给你一台脚踏车你会不会骑 那个叫做经验 身体经验 那你今天如果被曹代表 你没有复习 三天没复习 一个礼拜没复习 一个月没复习 或者甚至你有复习好了 考完试以后就不用复习了嘛 对不对 三个月以后你就全部忘光 这个叫知识的学习 所以我们在学知识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复习的频率 少量多参 然后要按时一点一点这样复习 所以知识的学习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经验学习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把你上课很难学的那些东西 把它转换成需要具体操作的 那是不是他学起来就很容易进入永久记忆 对吧 这很简单的原理 所以我现在虽然五十岁了 我还记得我国小的时候 我唯一记得的那一堂课就是数学课教分数 我们老师带了一大袋 这么大袋的柳丁 真的这么大袋 分组 然后水果刀 一组一把 上课切柳丁 切一刀 来一人吃一半 来吃下去 你又闻到柳丁的香味 然后又好吃 哇那整个吃进去又酸又甜 那个柳丁皮喷出的那个 哇真的是很香 然后手 对对对 手去切柳丁的感觉 一人拿一半 你一半我一半 你的比较大 为什么 就是那个整个过程中 都感官都在里面 我的数学为什么那么好 从那时候开始打基础 因为一辈子都记得啊 你分数就学得特别好 所以我们会鼓励 我们现在讲那个创科教育不是真的就是那个科技领域那个东西做一做的不是这样子 是你要把那个创科的精神融入在你的教学里面 那你的教学就会很有效的 学生会学得很好 而且会非常开心 那是额外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资料表示这样子做的话 我相信你的上师一定会非常喜欢你 而且你如果在公司行号你会爬得很快 为什么 因为长官看你的东西一看就懂啊 我看你的东西这什么 到底事后会怎样我也不知道 就用你的方案 对不对 很简单 明白的到了 所以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要跟人家沟通表达的时候 这个就是说服力的最佳表现 你要有说服力 这些东西你要知道 这个叫做资料表示